男生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有健康的問題 到底為什麼 真的就是很多都是真的是鐵齒 真的是覺得自己沒有倒下去那一刻 真的覺得說這個東西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那還有就是他們真的很懶惰 像我去胃教 他說你不要跟我講 你跟我不要講 對 你跟我不要講 對 我其實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去看病 為什麼是我要給你的胃教 我還要幫你知道你的藥是怎麼吃 奇怪 然後他每天早上就是吃的營養品 大家都有說你就去問那個我老婆說我要吃什麼 然後我要幾顆 他都不在乎 完全 他完全不在乎自己吃進了什麼東西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多多少少就影響到 他們真的身體狀況 很容易其實出了狀況自己真的都不知道 對 然後我就會很可怕 像我也是忙死了 我老公也回來 耳鼻喉科 胃食道尼爾要檢查 骨科 因為他運動腳踝受傷 還有什麼什麼反正一大堆 我就這個科那個科 那個科這個科 跟我老婆講 對 所以男人的平均壽命比女人短 對 對啊 還是這樣子 真的 那許醫生你要比較常擔心 因為你的醫生 你的病人大部分都是男生 所以你的那個代謝是比較快的 你要比一般的醫生要更早吸收別的病人 其實與其說這個鐵詞 我覺得他是不認輸 因為男人本來在外面打拼嘛 我怎麼可以一開始啊 我輸了我輸我投降 所以他對他身體也是一樣 他只要覺得咳沒關係 我咳個兩下隔天就好了 多喝水就好了 多休息就好了 所以他不會去看醫生 女生有個病痛啊 我去看醫生啊 我幹嘛陪我去喔 那他很快就可以發現他的問題 那男生通常到了 到了去看醫生的時候 往往都變得很嚴重 都變得很不好治療 其實像我自己也是 我有什麼病痛 算了啦不要去給同學看好了 同學會笑我 拖到很不舒服去看的時候 往往都比較嚴重 前幾天才來一個 明明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生物性回答 然後他問他說 你白尿好不好 有 我都有尿 我每天都有尿 結果膀胱尿完之後 剩下300cc 他的尿是用腎的 漏的 滿的 結果那時候 一抽這個腎止數 已經8點多了 他根本就已經影響到腎臟 現在要遇到這麼嚴重 已經不簡單了 一般是多少 8點多很高 一正常大概8到10要洗腎 快洗腎了 快洗腎了 對 然後他 因為其實我現在在三重 一般都是一些藍領階級 他們就每天要工作 我還記得還有一個 老闆跟我講說 醫生醫生 我幫他找到一個很大的石頭 我說你這個要處理 他說不行不行 我現在工程接到年底了 我年底結束之後我再來 對 不難拖的東西 對 因為他在外面要面對這些工作壓力 或是其他的這些競爭對手 他不能服輸 身體他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男生其實滿辛苦的 爸爸滿辛苦的 還是說他們覺得 他們不能夠停下來 不能夠停下來 因為如果停下來就會沒有收入 不知道怎麼跟大家交代 我以前家裡裝潢 大概只完成了80%而已 剩下那20% 永遠都沒有辦法完成 為什麼 因為就是承包我們家的那個 他就是有一天他就說 他不是很舒服 然後打電話給我爸請假 我爸想說這麼認真負責的人 他一定是不舒服 沒有問題 沒有懷疑過他的問題 他從事以後電話就打不通了 兩個月後 我們收到了他兒子寄來的曝聞 走了 走了 突然就是他好像也是什麼樣的病症 然後就是到已經很後期了 然後他都沒有去看病 所以一送進去 就已經差不多就拜拜了這樣子 男生就是可以ㄍㄧㄥ到這個程度 像我們也常常遇到 就糖尿病或者是腎臟病 我們跟他說你要怎麼吃 甚至營養師跟他講 他就跟他說 我如果這樣也這樣吃 我早就餓死了 天啊 疾病還沒控制好 我一個禮拜我就餓死了 你知道我們醫療的人最怕的就是 講了完全聽不進去的人 就是他已經一開始 他心裡就已經給你隔一道牆了 對 所以然後再加上他們用藥 就是不想身上帶著藥的感覺 因為帶著藥很像感覺就是個東亞病服 所以就變成說想到才吃 真的 所以第一個是 不想從生活飲食的介入 再來服藥順從性非常的差 即使你叫他去做 那你怎麼都不做 那至少你去運動吧 他說我沒時間 因為我要顧著賺錢 然後不然我家裡經濟支柱 對 所以他就一直ㄍㄧㄥ 只好一直ㄍㄧㄥ 那像我之前有一個50多歲的一個男生 就是長這個阿伯 然後他就是他明明都糖尿病 然後你家說你去聽飲食會叫 他就說那不可能 我每天都在走車 他就是給我問講開始打卡車 他說我像這樣吃 我怎麼有打得好好吃 我每天都能夠下來7000買一個 我就甚至還邊開車邊吃 然後到最後我們為了他的工作 我們還只好去想說什麼藥不能用 因為怕他會低血糖 所以我們可能胰島素也不太敢給他看 因為他就自己要打不打的 你等一下他打過量怎麼辦 然後所以我們就只好用口服 可是口服有時候 他已經很嚴重控制就會很差 結果常常又失聯 三個月回診 差不多都拖了什麼 五個月六個月才回來 真的他們都自己看醫生 對 就差不多覺得說我差不多好了 我想再讓自己 血也沒有再抽 我回去在那邊給醫生看 醫生自己也沒有比我好到哪裡去 照我減肥自己還不是大顆大顆的 血也沒再抽 真的嗎 然後我們跟他說 那你沒有抽血 我們怎麼在你控制的狀況 他就會說 沒有啊 我都不覺得怎麼樣 對對對 就這樣回答 感覺不錯 可以啊 對啊 好啊 好睡 好吃 好躲 我沒事了 結果有一次 哇 這次忍耐忍 乖三個月就回來了 我就說這次忍耐忍 他說上個月差點心肌梗塞死在裡面 對 然後被送 他自己開車看到一半 覺得整個胸口很悶 趕快下家留到 還好交流到離得很近 下去之後馬上被送去 就趕快開去醫院 一做就心肌梗塞 被那邊的醫生放著支架 恐嚇他說 你這些疾病不好好控制 你就下一次可能就是在路上上新聞的那一個 那就只好乖乖回來看診 所以永遠都是拚到最後一刻才願意節省 不過這種我們在看都是這樣 第一年會乖 第二年就不會乖了 為什麼 他就忘記了 他就忘記了 對 男人的快樂很簡單 對 我爸爸也是那種很內斂的那種 他想講什麼他都不會直接講 他就會丟一些網路的影片 或是一些戲劇給我 他最近就丟了一個影片給我 什麼影片 他就說我跟你講 我真實發生的故事 就說我的阿嬤 這個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 就在那邊講說 我要死 都沒有死 到現在還是活得好好 然後我阿公平常就說 那個壯乳牛都沒有事情 就突然一進去醫院 然後身上都插滿了管子 然後他就看到阿公阿公你還好嗎 我沒事 隔天就拜拜 難不成女生是天生的壽命比較長嗎 還是我們的Messia的感受不一樣嗎 我覺得女生對於健康意識 真的是會比較高 然後第二是 他們比較會樂於去求診 跟改變自己的生活型態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還是回到荷爾蒙的關係 其實女生在50歲之前 又有磁激素的保護 所以他對一些心血管疾病 高血和一些代謝症候群 而導致的這一些影響 其實都會延後發生 可是男生就不一樣 你看我們在計算心血管風險因子 男生45歲就是一個心血管風險 女生要到55歲 整整整就差了10年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10年的影響 其實你就知道 男生其實很早就開始在 在遭受這一些的荼毒 年齡的一件事情就是一項 所以為什麼女生 大部分到後面的這個 延長的壽命都會比男生來得多 其實最重要就是在就醫習慣 跟還有本身的荷蒙的影響 都多少一點影響 真的 所以我爸爸傳這個訊息 就是要變相的告訴我說 你要好好關心你爸爸 你爸爸有痛病痛是不會說的 像我跟我老公以前有時候開車 我們都已經在說 你先死還我先死 我要死在你前面 因為我老公說他要死在我前面 因為我比較心情 我說我不要 我太累了 我死你前面 你就把我丟一丟就好了 不然我會哭 因為我很愛他 我會哭 我們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了 你們就是gay out的真人版 真人對話版 沒有了 他就很相信我 他走我前面 我會什麼都給他扮得透懂 安排脫脫的這樣子 對 可是我覺得我好累 我已經照顧媽媽 照顧小孩 照顧小狗 什麼都是我在照顧 我們叫gay out也是我在弄 心臟病都是我在弄 就跟老公說 一定讓你瘋瘋光光 這樣子好不好 安排好 老公會開心嗎 我不知道 會開心 應該不會開心 對啊 總而言之 我們還是希望老公們 各個大大小小的老公們 可以活得長長久久 所以呢 我們就想知道 要怎麼幫這些很鐵齒的男性 顧健康 然後他們又願意聽話呢 很難 很困難 當然我覺得健康意識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辦了很多的衛教 我們提上一個叫333的口號 就是每週運動三天 每次30分鐘 那你的強度呢 你要慢跑也可以 游泳也可以 只要符合這個標準 那就可以讓你的身體 一直存在在一個健康的狀況 維持一定的心率 對 當然吃東西大家都會問 吃東西很簡單 就吃圓形的食物 吃肉不吃香腸 吃黃瓜不吃醃黃瓜 那盡量健康 盡量不要有任何的 火鍋料啊什麼 加工食品少吃 對 你吃肉片就好了 不要吃火鍋料 那身體越健康 老化就會越慢 問吃要問吃 我們的這個 來我們吃的專家 怎麼給大家建議 剛剛醫師說 原型食物很重要之外 就是量的部分 也是要控制跟去抓 比如像蔬菜的話 就會建議說 一天至少要到三碗以上 就是我們平常吃的那種 三碗 對 那種平常吃的那種 小的那種碗 超級難的 但是確實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換成青汁呢 那種乾燥的蔬菜粉末 是可以 可是會製作 它裡面可能 不要去加太多的水果 或者是它會有些人 會放糖進去 放蜂蜜 這我就比較不建議 所以其實說你說 這個飲食習慣 我覺得家庭支持很重要 通常是都要一起 就是會提倡一個共食的概念 其實也是到後來 會是說 不能說你要吃這樣子吃這樣子 後來是說 你們可以一起這樣子做 其實反而就是家裡人 看到你在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會跟著說 不然我也跟著吃好了 再來就是水果 其實很常會遇到 是它的尿酸過高 或是鞋子過高 它水果吃太多 現在台灣的品種 已經改良到連芭樂都很甜 那這樣 我們活在台灣水果之島 我們怎麼有辦法 其實是怎樣的水果 我覺得太OK 量有控制住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碗 其實你控制在一至兩碗每天 其實就比較不會去造成說 會有比如說尿酸 或是鞋子的問題 parad動作 點